Hello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小强来动荡这层皮的时候 粉丝突然失信小强 说是想问问小强的意见 看看他买什么皮肤会比较好看点 这就纳闷了 他怎么突然又想买时装了 小强对他也算是比较了解的 他是个小土豪 游戏里的皮肤他也有不少 只是有点奇怪 怎么今天突然问起小强来了 算了既然是粉丝问的 那小强肯定得好好参谋一下啦 就目前的时装来说 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 如果换成小强的话 还不如直接在现实中买衣服呢 我仔细对比了一下 也就这套青春前行顺眼一点 给个一些粉丝吧 希望能对他有点帮助 只是小强往往没想到 是有整理物质的时候 发现邮箱有个截至礼包 应该是小粉丝送的吧 难怪他今天问我拿套时装好看 原来是想偷偷送礼物给我呀 只是比较奇怪的是 我记得没领起过呀 怎么就直接发邮箱了 看来只是退不回去了 对于粉丝的心意 小强是很开心的 但我还是希望 大家不要再送时装的小强了 感觉这东西又不中看又不中用的 还不如留点钱 买点小礼物孝敬父母呢 如果是真心喜欢小强的话 只需要点赞 关注加转发哦 这已经是对小强最大的支持了 我时候也是问多粉丝 看看是不是他送了 他说王毅送了他三万的小太阳 寻思着不能浪费 就买了套时装送给小强 怎么感觉听着这么不真实呢 找不见王毅送给小强 总而言之你的心意小强利了 但该退的还是得退 小强也是发为红包给他了 谢谢你的心意啦 虽然这套时装来得有点突然 但小强也还是挺开心的 我也是打算穿着粉丝送的时装 来动战时很皮皮 没想到这营地人居然在拍大合照 那小强也过去抽个热闹吧 看看能不能上进一次 往左边靠一点 这位置还不错 哎呀 手抖要下来了 赶紧跳回去 哇 怎么有人在打小强 这些人你太小气了吧 我们赶紧撤 看起他们很生气啊 这就纳闷了 我这时装不漂亮吗 和你们拍照 怎么就那么大火气呢 这人还一直在对小强的无人计 这次云征集时 差点就能拿到手杀了 我们赶紧先撤吧 这些的状态不太好 继续皮有可能会凉的 最后我也是相当无奈啊 被这一局的急火给秒掉了 假的回来的急脱呢 真是亏大发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先在这里了 请伙伴们 你们有没有在游戏里买过实装呢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小强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